現在蛋商跟蛋農有一個價格協調的聯繫機制 那目前的這個批發價是45.5一台金 而是產地價 那批發價是到55塊 那目前這個價格機制仍然在 那我想這個供應有所短缺是40 那我們從這個擴大進口 這個國外的雞蛋以及擴大國內復養的速度 兩方面來能夠增加蛋的供應 那的確目前全球缺蛋 價格也上揚了非常多 那很多產蛋國也都停止出口 那我們目前有大概9個國家 是這個合格可以輸入的範圍 那我們的進出口商正在全力的協助 讓進口量可以增加 民補國內的不足 那目前南部喔 遇到的情況是歷來降雨最少的情況 那所以我們啟動了南部的抗暗機制 那目前從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是採取聯合調度的方式 那新竹以南的部分喔 那麼為了提早預警、提早部署 那麼決定從這個藍色燈號 改為綠色燈號 提早進行解水的計畫跟備員的計畫 希望這一波的水情吃緊 我們能夠度過這個旱災時期的挑戰 那目前預判五月份的沒雨 那麼是不確定的 那七、八月的颱風也還沒有確定 所以我想是必須採取比較嚴格的標準 南部的話我們會用這個黃燈先行運作